早上 我講到 寸己德性 權缺並共 我還是要跟大家 有很多高尊大德 他們在修辭當中 你們從平常 他的行為 是看不出來的 我記得我剛出家那一年 沒有到我師母的道場 而是希望利用機會 能夠親近一些法師 能夠聽一些法 能夠聽一些法 其中我就有受見以後 到臺北松山市 那位道安老和尚 還沒有到臺灣來的時候 在戰爭期間 他就已經是 中國廣西省的 佛教會長 到了臺灣 很多人了解這位老和尚的學識 我曾經在他去 主持祭壇的時候 也去當他的使者 然後這位老和尚 如果早上去用過餐以後 回來 很多老和尚都在客廳裡面 喝茶 聊天 那這位老和尚 他吃完飯 他直接就進到他的房間裡面去 也不再吃其他的一些東西 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在街場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去請教老和尚一些問題 他從來沒有說 我來把藏經翻開來看一看 再來告訴你 甚至於後來我到他的松山寺的時候 我太了解他的寶學 詩書 不只是儒家的道理 他懂得很多 甚至於佛教的經典 他不用再去翻經典來看 他就可以講得非常精疲 因為他是一位有兄有我一個老和尚 甚至於我先開始到他的道場去 聽他講經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是日中一時的 因為我在家的時候 他到雲林來講經過曾經 撥一點時間到那個道場去 他總是在找菜的時候 喝一點點的米中 不必要跟大家講 我吃午 如果這樣的話 跟他一起去的人 還有道場的人都不敢吃 其實到了他的道場以後 我才知道他早上 也沒有到災堂去用災 中午他也是到災堂 跟大家一起用災以後 上到他的方丈寺 他就很少在下台 有人去參謀他的時候 他會出來跟大家講講話 然後到下午 如果要用藥食的時候 他就說 我有一點事情 你們大家先到下面去用菜 所以他在雲林 講了七天的佛法 我也不知道他是日中一時 直到他那邊去 就想已經打扮了 他叫我們說你們下去用藥食 我們說師父呢 他說你們下去 他也不講他沒有用菜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真的是日中一時 還有呢 我還在嘉義超多民國 我四十八年四五九年那段時間 我還在嘉義的電台 後來我調到雲林去 就像我的喉嚨的花園 而且 我們每一次 佛龍花園大愛 就是那個窩窩獻子之年 那有一次他來嘉義呢 打一個佛妻 他就在家記事告訴我說 大愛老子上來嘉義 看我要不要沒有班的時候回來一下 他一看到我 他說你的佛龍那麼快 你應該要好好地休息嗎 我要請一個家 我就講我的節目是沒有辦法放空窗的 然後呢 他每一度下都出來 我不知道就是在他 答應了嘉義到主期 然後在快要到嘉義來的前兩天呢 突然間呢 就 盲腸炎 他割盲腸炎以後呢 如果是我們啦 有些人還要休息幾個月啊 你怕那個傷口痛嗎 可是到兩天以後他就下來了 我來看他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 下來大概是第四天 因為傷口呢 沒有處理好 就發炎 那 他還是每週相都參加 那我了解了以後我說 師父 你這叫我休息 你那裡現在你自己那個傷口都花園 而且才剛剛開盲場 為什麼不要休息 他講了兩句話 讓我到現在五十多年來印象才非常深刻 他說我只有一個小傷口 我就要借梯都不要出來拜佛 那下面這些來參加的人 你在帶他 你就是問我這一點點傷口 他講是一點點傷口 他講是一點點傷口 我是講的 那個時候如果開盲場 也是很嚴重的事情 他還是到最後那一住宵完完後 他說今天晚上我必須理他一下 明天中你呢 在五共之前 我就要回來 我就空了好幾度 他為了怕那些來參加念佛的人 喜心動內 他都是這樣來引導大家 等到我到他那裡去呢 想到他老人家 有時候那些衣服 我就說老和尚 你的衣服 我們來幫你洗一洗 然後就不要你自己在洗 我跟那個人通知 把那個衣服拿來以後 我發現 那個老人家的衣服 竟然有一個洞一個洞 他不是拿去補起來 以他的那種身分 只要人家一講 素素夠養 馬上就到 衣服啦 飲食啦 醫藥啦 可是他的衣服就是 一個洞 他是拿一條線 把他藏一藏 把他截了痕緊 後來我們看到了 就慢慢的 把他拿下來 用線慢慢就把那個洞抖起來 老和尚曾經講過 要修行的人 還要講究吃 講究穿 下第一都來不起來 然後也還有可以消夜漲的 這句話 給我很深的印象 一直到現在 差不多有五十年的時間 我自己 雖然是不跟大家一起來吃 為了怕吃得太鹹 太油 太 味道太重 甚至我沒有辦法吃那麼多東西 我自己吃 可是我絕對沒有說 因為我自己吃 所以我在裡面自己多添加一點 這兩天 我一直跟我們負責災場的土砂說 這裡打氣的人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絕對不要多他們一點 昨天晚上 如果我年紀已經到了 大概應該要補充一點點的東西 我說這樣來講 對我來講是苦難 其實平時幫我端上去的東西 也許比現在大家吃的還少 我還是把它喝兩茶再吃完 所以可能比較有接觸我的人就會知道說 對監製的東西我覺得不願意吃 有時候我是那個 我們家裡面的人也不應該吃那個東西 想一想 在去年還是前年的中秋的時候 中秋節還沒到 就有很多人送給來 我在還沒有吃的時候 就用現在的科學槓稱 放來一下我的體重 跟裡面的體脂肪 還算可以 那不然中午 就大家分在一個夜點 我吃了以後 再兩個東頭再去當 我已經多了兩歲 我的體脂肪也增加了 所以當我哪天再弄當稱的師父 也看到 你今天又 體重又掉了 我說只要我身體不好很好 我不一定要吃那麼多的東西 不只是這一位老和尚 以前台灣省佛教會的理事長 玄敦老和尚 後來他知道可以有錄音 把他要講的佛法錄下來以後 我們再弄到電台去幫他播放 他常常要我去幫他整理他的錄音帶 我當他在道場去的時候 他們裡面的人中就跟我講 會是不是 我跟你講 你跟我那個老和尚講 他很小氣耶 很吝嗇耶 人家常常給他很多紅包 然後我們叫他說 師公啊 外面有人要在賣素食麵 你要不要請我很吃一碗 他說你休閒沒有休那麼多 還要吃那麼多不行 然後我去的時候還看他 房間裡面的地上 或者是桌子上有很多人 送給他的人生 其實老實講我也是不如吃人生 在那個時候我已經 人家供應我人生 那我也不吃了 現在馬來士就跟我講 你根本就沒有那個吃人生的福到 你過去生中 就已經把這個醋醬吃完了 吃下去是讓身體不好 不是讓身體好 所以我也沒有說 背著我們裡面的師傅 自己去吃一些什麼物品 那位老婆上 我有時候會跟他開玩笑 老婆上 我說台東還要坐車 回到台北來幫你弄這些東西 我身體不太好的時候 你的人生要不要給我吃呢 他說你的福包很大 人家給我給你 這個東西你怎麼可以要 我一看你放在那裡跟我一樣 放三年四年完全都不夠好 這個老婆上呢 他平時對他的飲食也是 非常的節制 所以我們講 如果你沒有那個福到 你硬要去吃的話 那是不是像我講的 我有糖尿病 吃一點點糖分的東西 拿下我的血糖就升到 如果是鹹一點點 我的手腳就硬方方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飲食不對 吃了太多 把自己的身體吃壞了 那很多人明明知道 可是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接觸他自己 那就是只有自作自受 所以過去的老婆上他常想 我如果不夠沒有做到那麼好 我怎麼可以去銷售人家對我的公養 不只是飲食喔 連衣服連其他東西都一樣 我看我們在我們的道場 或者是其他道場 經常有一些出家師傅 他的才能很好耶 我曾經在 我還沒有出家的時候 到一個道場去拜訪 那位師父很年輕 就不夠講經說法 他有一天我去了 他很歡喜 他特別讓我在他旁邊的房間睡覺 那第二天早上他說 來來來我已經醒了 你進來我的房間看一看 他的被子是繡花的 而且起來的時候 把那個被子折得像很漂亮很漂亮的一朵花 上面還有一些像抱索那類 跟枕頭那類的東西 擺得像那種光光禮店一樣 我在想到說 為什麼我們如果來受八方齋戒的時候 就有一條不如睡高管大床 這個禁 每一個人都要蓋被子 每一個人都要用枕頭 那很多人不是說我只睡好起來就好 他很講究 我在家的時候我的頭髮睡很長 那到道場去 像人家騎擋出家人 我這樣洗一洗臉就可以出來了 我還要把我那一把頭 要慢慢的輸到人家已經在做早課 我還不能出來 那時候我就體會到說 你睡了那個床太豪華太高貴 你只要整理那個床 不然會如果沒有辦法整理 就要像我的床很拉塌一樣 那你把所有的時間 要休息的時間都浪費掉了 那你要去跟在家繼續說什麼 自己這樣做 然後要求別人不是這樣做 那就是不對的 所以修行 應該要自己把自己 可以不用享受的就不要享受 我這樣講 是不是叫大家都不要吃 或者是不要穿 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再來講第三點 就是 防心離過 貪等為終 要預防我們的心 遠離那些過失 什麼是我們的過失呢 各位 只要我們眼睛一張拍 或者是耳朵一聽到 或者是鼻子聞到東西 我們都會請他內 如果看不到那側恨心 然後用我們自己的愚痴心 用我們很愚痴的態度去對別人 你想想看 我們如果為了吃 為了用 那照這些業 你想想看以後的火爆是怎麼樣呢 我這一輩子 就是在我從新加坡回來以後 我們老頭上 把精進活氣 如果是大專學書來訪 大家不用管理 不過在那個時候 我也一樣一起去參加 很多大專生還是聽不懂 我們老頭上在講什麼 那普通那些老頭上更不用說了 他們根本就聽不懂 我們老頭上在講什麼 所以只要太出動 我一定是跟在老頭上身邊 去幫老人家歡樂 那這個是如果精進活氣 可能呢 也是像現在大家一樣 要過堂 都是行堂來幫你們弄菜 想要起貪戀 想要起貪戀 可能沒有辦法 哎呀 我看這個 今天這個 什麼菜 這個菜我很喜歡吃耶 為什麼只有弄這一點點給我 那還是會貪戀 那如果說我們平時沒有過堂的人呢 大概貪戀更嚴重 我常常在想 在我們學活的人 應該要守的就是利和同君 有什麼好的東西 大家都應該平等 一樣可以這樣吃 可是我曾經看過 不是過堂的 這個大嫂不是過堂的 有很多人一打盤 他大概不會去講要修行 一打盤趕快把盤拿來以後 他第一個去夾 那比如說裡面大概十五個人 一定是十五塊豆包 他講說不知道 他拿了三塊 上面在蓋他喜歡吃的菜 拿了以後 不管後面人家也沒有多吃 甚至於呢 我曾經眼睜睜的看到有很多人 年紀比一些其他的修行人還輕 身體也沒有那麼不好 可是如果是把菜全部都鋪到桌子上的 他先看哪一邊的比較嫩 我就拿那個菜 或者是那個水果呢 前面的比較甜 或者是後面的比較甜 他不管別人 沒有說我平均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在吃東西 我媽媽就說 要夾菜不能夾你對面的 就是這個菜放在那裡 你是要講最靠近你的地方 不能說我垮過去 那個就是要挑選嘛 蔡家人都有這種規矩 可是很多出家人忘了 比如說有一些青菜 看到自己要吃的 可是有其他的東西他不要吃 他就想那兩樣東西我不要吃啊 所以我這個青菜 本來是十個人的份 我弄了四個人的份 不管後面的人有沒有得吃 照我的想法 如果有六樣菜 或者是三樣菜 那三樣你可以吃的 你就吃這三樣 是你自己沒有福報 你不要說我有什麼病 有什麼病 為什麼他們要弄這個菜 甚至於呢 在做菜的人 只要自己不想吃的菜 別人需要那種營養 他也永遠都不要去吃 這個營養吃都有關係 其實我們起營養吃 在吃飯的時候 也會發生很多問題 你從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的那些消息 或者從電視上說 本來大家都是好朋友 某一個人生日 大家一起去吃飯 那在吃飯當中呢 大家起來貪念 起來承認心 或者是說不是吃的東西 還被吃啦 或者是其他問題 有跟大家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呢 就變成喜事變成喪事 就是出來以後大家 為了幾句話 不可以就殺啦 或者是打啦 把人打傷或者是殺死 所以在吃飯的時候 如果能夠很平心靜氣 把那個該吃的東西 能夠吃到好 那我們順利好就好 不只是在出家人 很多在家居士 我經常聽到我們這裡有好幾位醫師說 那因為本來他如果能夠節制一點 吃飯的時候如果知道該吃的才吃 不要起貪念 那他的身體一定不會那麼壞 最近我們有一位醫師 他的媽媽以前真是吃進了人間的美味 現在生病了 他還是沒有辦法進口 他的女兒呢 其實接觸國法以後 不只認為說 應該不要去吃那些動物類的東西 甚至於他吃三餐 慢慢減少 甚至於晚上呢 也是過往不時以後 他知道說 只要我哪一天在動個內頭 再要多吃一點點 我明天早上就不太舒服 他自己有一個醫學的底子 然後自己來體驗 他就真的知道 像佛菩薩告訴我們的 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要防止我們的心 不要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起貪吃吃 起那個不對的念頭 所以他說 這個防心一過 貪等會中 最主要的就是貪吃吃 如果我們的貪吃吃的心起來 事實上吃那個東西 是很有營養的人 你氣起來說 這個東西我都不要吃 他不要讓我吃這個東西 在生氣的時候 那些好吃的東西 也都已經變成毒性了 我們的忏恨心有多可怕 雖然我現在要講的 這跟吃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的行至咒惡 我們的一切 如果經常起貪心 起忏恨心 自己的心 你住在天堂 也像在地獄一樣 所以有很多人 為了吃起貪念 那就很不好 我講到我自己 在那個 國旗進進國旗的時候 因為兩個國旗 正好一天 人家告假回去 中間只有兩天在整理 那我是美 我雖然電台的節目還在做 我是等晚上十點多鐘 如果大家休息 我再到樓上去 用一個房間 到我的露營室去路 白天 絕對都沒有時間可以休息 所以 中間連休息的時間沒有 連續 有三個比較密集的佛妻 我的美衣系統就壞掉了 然後呢 就起來 帶上套子 很多人都說 這個是沒有藥的 叫人生什麼飛蛇 一定要叫人家用皺來掌 因為很多人都在跟我講 他們不知道請哪幾個人來掌 我越掌越厲害 所以從前兄已經到後輩 差不多有一半 後來我還到屏東去放了一個三十七年 回來以後 他們就說師父那個很厲害 正好那個圓聰法師的妹夫 他是藥劑師 他說哎呦師父 你這個病多久了 我那天 我忘記還說十幾天 其實有一個多月了 他說你一定要到高雄醫學院去住院 我也沒有帶衣服 沒有帶其他東西 可是那天就去住院了 住了兩天 我那個戴這種套子 就算跑了 那在今年應該是今年年初 還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也是我們這裡雖然是疫情 我都沒有時間可以休息 甚至因為我們沙門的關係 我是晚上用我的腦筋一直在想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可以安全來 或者在他們雕刻期間 我們要怎麼樣來要求他們 實在呢 休息的時間也不太多 像這兩天你們在這裡我晚上 我就會用一點時間來看一些 應該可以在這裡提醒大家的東西呢 希望你夠給大家在這個期間不要白來 那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好像三四十年前 那個帶重套子又要去 裡面的師傅說好像不是耶 我說好像是 因為我裡面非常刺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後來我去到那個淳醫師看了 他說真的這個是帶重套子 在那天還沒有去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法員師傅呢 就說師傅 要不要來了解一下到底是什麼情形 我實在已經累了 躺在床上 我說 那你在我的床旁邊拿個椅子來 他看到一個情形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一個官 然後想到我要請所有的人到我們家吃飯 一定要比別人好一點 然後就發明了一個玉柱跟柱呢 就是一個竹子頭一個肘 就是我們的筷子 那時候的筷子叫做柱子 那是用銅的或者是銀的那種 把它燒紅了以後 再穿到那個剛剛生豬仔或者是生小苗的那個 乳房上面刺進去呢 它就熟了 然後抽出來把它拿起來 再重新再弄紅乾 然後再刺 你想想看 現在如果這樣講呢 就是說 在牛奶把它弄脆脆的 有那個牛奶香或者是豬奶香而已 那一隻豬 你要請客 如果是一桌的話 大概要傷害隻豬 不知道他的乳房那個吃過多少次 那所以呢 我三四十年前這個病呢 就在我最近又發了 我心裡很難過 我馬上就想 我在電台曾經講過這個故事 不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我自己也去發明這個東西 我當晚呢 就坐在我的床頭 把這篇 我自己受報的故事講出來 後來呢 大概 因為我真的有唱會心 也想到 真的有些人 為了貪麵 為了貪 要吃 就去造這種麵 生生世世 如果那些造生沒有得靈 苦的話 他一定會找我算帳 所以 這是我真正自己痛過的事情 我來跟大家講 以前很多人都講話 那些人很會編故事 怎麼會有這種故事可以講話 所以 我們在吃的時候要想 只要我能夠吃好 讓我這個身體 夠有一點力氣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度眾生 我就不要再起貪麵 所以那位貪麵 上升了很多耶 我記得有一個很有名的 某一個醬油的公司 他的醬油呢 是推銷到其他國家去的 很有名 可是那兩位父子呢 很喜歡吃一道菜 可能他們去購華國吧 喜歡吃那個瓜米 父子在台灣也吃瓜米 所以後來都是同樣的 好像有某一種線蟲 他可以鑽到自己的腦裡面去 兩個父子呢 都同時為了很喜歡吃這一道菜 死掉了 那世界上有很多 大家要想 你吃他一口啊 就要很多東西死掉了 你看那個小魚有沒有 很多我們台灣的人 如果孩子出生的時候 那個不拉魚 就是很小很小的那個魚呢 來煮西飯給孩子吃 最好 所以一小條跟他大概就有幾條魚 那如果他吃了五六個月 那個魚不知道吃 死掉幾萬條 你想想看 你每天來煮這個東西 可以不可以 我記得前年 陳英國居士的太太 他已經頭痛很久 心臟也不好 然後呢 他要來打火器 第一天早上 就他在我的那個會客室 後來我出來就有人講 你問他 一個星期要擠香的那個不拉魚 冷凍以後再弄出來 然後他煮那麼多魚 我為什麼要讓他身體舒服呢 這個也是為了貪吃 你是貪錢啦 你這樣賣呢 你就會賣到很多那個 還有 我在初中的時候 聽到我們一位地理老師 他很會講地理 他們是說 那個雲林縣啊 有發生啊 有什麼什麼 他是講 有一次啊 有一個四川人要到江蘇那一杯 去買瓷器 口袋裡面帶來很多錢啊 要到江蘇去的時候 經過一個地方 肚子餓了很多 就要進去吃飯 因為他是講謊言啦 人家問他 說你要吃飯以外 你還要喝什麼湯 他說 哥老子豆腐湯 那個江蘇西人呢 有點不懂他講 哥老子是什麼意思 他說 我要喝那個豆腐湯 他把菜啊 其他東西全部都吃完了 湯還沒出來 他說你們這家在幹什麼 他說 先生你點的那個湯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呢 他進去一看 後面院子死了很多鵝啊 為什麼 他說個腦子豆腐湯 那個人要吃 要吃鵝腦子豆腐湯 要把鵝腦弄出來做豆腐 一定要殺很多鵝嘛 然後他把他那次要去買瓷器的錢 就在那一餐子全部都吃完了 所以 我們現在想想有很多人很貪吃 不應該吃就吃了 像 我們現在那位醫師 他昨天也很擔心 他媽媽呢 就是醫生已經告訴他說 你可能沒有辦法 以前本來老早就快要洗身了 因為他很限制他的媽媽呢 吃到很多很清淡的東西 可以真的 也可以站起來 可以坐在輪椅上很開心 可是他還是後來沒有辦法 把自己想吃的東西 吃了對身體不好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把它拒絕掉 所以 在醫生跟他講的時候 他好像也沒有什麼表情 我怎麼樣他要想辦法要吃 所以我們台灣也有人說 我假如是開用洗五架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想不用來休閒 所以你們這兩天不是很 要很認真 還要聚精會神 心內裡面還不能像 有一位老和尚 他是北方人 他到福建 然後在客宋的時候 他是手作和尚 那個方丈和尚沒有站的時候 他就是到大殿裡面去帶領 手作和尚 他在中間 他突然間自己起來一個面頭 啊 在福建全部都吃米飯 我在北方全部都是吃麵耶 吃了很多炸醬麵耶 如果現在我們吃到炸醬麵多好 他來想一想 到我們客完以後 大家找不到那個老和尚 一直去找到最後面的 那個山奧那邊偏僻的地方 有山洞 有很多出家人如果外面很熱的話 去跑到那個山洞去休息 福建有很多山跟松那一類的東西 那個山跟松到最後 掉下來很多松枝在下面 那地下呢 也不是像我們有這個水泥 山裡面當然都是泥巴 後來去看到那個師父的時候 他整個嘴巴跟他的整個鼻子 全部都塞滿了松枝跟泥巴 人家把他叫醒的時候 跟他講說 師父啊 你怎麼這樣 他說我沒有 我不知道耶 才動了一個麵頭 好久沒有吃炸醬麵 就變成這樣 還有啊 現在的出家人真的非常享受 大家就是看到了就要夠秒 我常常講 如果你不跟他接起來 讓他一直跪在那裡的不好 你跟他接起來 我常想 像現在 你們大家都很認真 在用功 在拜火 在念火 我是一個人坐在那裡 根本就沒有在動 我哪裡有資格 比你們吃得好 有時候他們有人供千生摘的時候 大概就是拿幾毛錢啊 銅板啊 那為了怕那些出家人有貪類 從前面進去 後面出去又從前面又要排隊來 所以就把那個後面的人全部都塞了 全部的人進去 上個武功 然後再 你站在那裡再花 這樣沒有哪一個可以做花一毛錢 那出家的人呢 他穿的那種褲子 不像現在有鬆緊帶 就是有一條褲腰帶 放在這個放在腰間 把他綁起來 人家供養的東西呢 他就這個褲腰帶中間 弄一個洞 就把錢塞進去 那一位師傅呢 已經是一位老餐喔 他呢 蹲在那裡 就看 今天他給我五分錢 我現在已經快要有一兩銀子 這麼多了 很高興 突然間呢 他一不小心 那個銅錢啊 不通一下子 就跑到那個大的褲坑裡面去了 這個褲子的人就說 哎呦 我好不容易才有這個錢 他就一注神 一直盯著下面 在那個大褲坑裡面的那個銅錢看 他一直對下去 各位如果有在前幾年那段時間去過道場 道場的毛坑也沒有門內的 他也是一條長長的 很多人垮過去都很怕自己跌下去 那個老和尚的錢就跌到裡面去了 後來呢 後來呢 他也是那個道場的老修 人家說 那個老三跑到哪裡去怎麼看不到呢 就到後面毛坑去找 他已經不在那了 後來那個荒炸坑上還是有到 趕快你們把那個大褲坑裡面的褲 趕快掏光 光了以後呢 就看到有一個蕃薯啊 像青蛙那個蕃薯啊 就拿著那個 才五分錢還是多少錢的那個銅板就拿著 他們就把那個蕃薯啊 就把他當死了 在那個時候呢 那一位老三才回歸 你看未來那個錢 未來一點點錢 那個貪面就可以讓自己墮落出身 這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所以呢 我常常講我沒有膽子 也沒有膽子啦 因為在前幾年我真的 我把我的膽子也拿掉了 所以現在什麼事情 幾心動念我都會戰戰兢兢的 我也希望 大家來這裡應該是希望有過誠道業的 不要到這個地方來請攤內 我們才不會白來逃 接待